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两个引人瞩目的国际事件 分别是普京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和马斯克的政治资助行动 首先 普京将于10月22日至24日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 意在向西方展示 俄罗斯并不孤立 自从俄乌冲突以来 西方对俄制裁不断 普京却借此机会召集来自新兴经济体的领袖 挑战这种孤立 金砖国家的扩展 以及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支付系统 都是普京反击西方压力的有力手段 他希望通过这次峰会 显示出俄罗斯的外交影响力 及其在全球新秩序中的重要角色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 伊万富翁马斯克最近在宾州展开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计划 他每天向签署请愿书的选民发放100万美元 以激励他们参与即将到来的选举 这一行为不仅仅是金钱的刺激 更是他对特朗普的支持掀起了社交媒体上热烈的讨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 马斯克的行动是否会改变选民的投票行为 甚至影响选举结果 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这两个事件无疑在当前的国际舞台上 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与分析 普京与马斯克的举动各有深意 反映出他们对各自国家未来方向的思考与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喀山的金秋时节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准备迎接一场 具有全球意义的外交盛会 金砖国家峰会 这场峰会将于10月22日至24日盛大举行 吸引了来自20多个新兴经济体的国家领导人 云集俄罗斯 普京意图通过此次峰会 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尽管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制裁 将俄罗斯孤立 但他依旧立于国际舞台的中心 这不仅是一场外交盛宴 更是普京对抗西方孤立政策的有力反击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俄罗斯面临着西方的严厉制裁 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孤立莫斯科 然而 法新社报道称 这次峰会的规模和参与者名单 无疑显示出 普京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巴西总统卢拉 达西尔瓦 即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等重量级人物 悉数出席 成为普京展示其外交实力的舞台 金砖国家原本由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组成 旨在加强新兴市场之间的经济合作 自2010年南非加入后 金砖国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最近又向埃及 埃塞俄比亚 伊朗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 伸出了橄榄枝 尽管阿根廷新总统 哈维尔 米莱撤回了加入申请 沙特阿拉伯也在考虑中 但这并未妨碍金砖国家 在全球经济中的展露头角 此次峰会的重头戏之一 便是建立一个 由金砖国家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 取代现由美国主导的SWIFT系统 自从俄罗斯被提出 SWIFT后 其国际贸易与金融结算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普京希望通过这一新系统 推动去美元化 从而减轻俄罗斯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 受到的孤立感 克里姆林宫将这次峰会 视为俄罗斯外交策略的一场胜利 试图将金砖国家 打造成一个能与西方霸权 抗衡的经济联盟 尽管美国对金砖国家的能力 持怀疑态度 认为它不可能成为 真正的地缘政治对手 但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 普京展示外交手腕的动作 无疑吸引了西方的目光 与此同时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俄军持续推进 尤其是在东顿巴斯地区 不断蚕食乌克兰的防线 已经占领了约20%的乌克兰领土 独立政治分析人士 康斯坦丁卡拉切夫指出 普京主办这次峰会的真实意图 在于展示俄罗斯不仅为被孤立 还有支持者和盟友 然而 普京的国际形象并不全然光鲜 由于俄军被指控 非法将乌克兰儿童运送至俄罗斯 国际刑事法院于2023年 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 尽管如此 普京仍坚称国际事务 应在国际法的指导下进行 而非有美国这样的单一国家 独断专行 与此同时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 亿万富翁埃隆 马斯克的举动 同样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马斯克在宾州发起了一场 激动人心的活动 宣布将在大选投票日之前 每天随机向一位签署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America Park 请愿书的宾州选民 发放100万美元的奖金 这不仅是对选民的激励 也是马斯克支持 特朗普的大胆策略 在活动现场 马斯克亲自颁发了手笔奖金 得奖者夺赫 在领奖时 表现得激震惊又欣喜 他完全没有料到 自己会成为首位获奖者 马斯克则以幽默的方式调侃道 夺赫对此毫不知情 反正 别客气 此举不仅让现场气氛活跃 也让马斯克的超能力令人惊叹 马斯克通过成立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旨在鼓励摇摆州的选民 特别是倾向于 特朗普的共和党支持者登记投票 作为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 马斯克在过去几个月 已经向该委员会 捐赠了7500万美元 这笔巨额资金背后 是他对美国政治的深刻关注 和对特朗普竞选的坚定支持 在美国政治环境中 选民的投票意愿至关重要 马斯克的这一举动 无疑是希望通过金钱的刺激 激励更多选民参与投票 尤其是在宾州这样的摇摆州 选民的每一票 都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马斯克的策略 不仅是为了支持特朗普 更是为了在这个关键时刻 推动更多人关注政治 参与投票 然而 这一举动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有人认为 马斯克的做法 挑战了民主制度的底线 金钱不应成为 左右选民选择的工具 也有人认为 马斯克的举动 是对选民的一种激励 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 投票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 马斯克的这一举动 在社交媒体上 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支持他的做法 认为这是创新的选举方式 也有人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这可能导致选民的选择 受到金钱的影响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选举季节 马斯克的举动 无疑为选举增添了戏剧性 作为科技巨头 他的影响力 不仅体现在商业领域 也在政治舞台上 展现出强大的能量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马斯克的这一举动 都将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的一段佳话 值得后人深思 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同时 中国似乎正在为可能的最坏情况 做准备核战 南华早报报道称 中国工程师们 近期完成了一项 被称为世界末日的测试 旨在评估其防和数据链通讯设备 在核攻击下的生存能力 这一技术测试 不仅涉及中国的军事防御能力 更是对全球核战风险的一次严肃挑战 想象一下 核战的阴影笼罩着世界 城市成为废墟 生存是人类首要的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的科学家们并未退缩 而是积极投入技术研发 力求在最恶劣的环境中 保持通讯畅通 这项测试的核心在于 确保在核攻击后 指挥系统能够继续运作 信息可以及时传递 在测试中 工程师们模拟了核爆炸后的极端环境 包括强烈的电磁脉冲 EMP和辐射影响 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的防护措施 确保通讯设备能抵御这些威胁 测试结果显示 设备在极端条件下 依然能够正常工作 这为中国的军事战略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这一技术的成功 也意味着在核战后的世界 中国有能力迅速恢复指挥和控制 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 想象一下 在一片废墟中 指挥官依然可以通过 安全的通讯网络调动资源 指挥救援 这对重建一个受损国家至关重要 当然 技术进步并非中国应对核战的唯一手段 国家的生存 还依赖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韧性 过去几十年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建立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机制 这些将在核战后的重建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 想象在核战后的中国 虽然城市被摧毁 但农田依然存在 农民们在田间耕作 利用先进农业技术 快速恢复粮食生产 同时 科学家们也在研发新的抗辐射植物 确保在恶劣的环境下 依然能提供食物 这不仅是对科技的挑战 也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 此外 社会团结与合作是重建的重要因素 在核战后的混乱中 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 想象社区居民齐心协力 互相帮助 共同面对生存挑战 这样的场景 不仅展现人性的光辉 也为重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综上所述 中国在应对核战的准备中 不仅依靠先进技术 更注重经济基础 和社会韧性的建设 通过不断努力 在核战后的世界中生存 并恢复生机 未来的中国 或许会在废墟中崛起 展现新的希望与活力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普京主办金砖国家峰会 是一个强有力的外交胜利 显示出俄罗斯仍然在国际舞台上 拥有影响力 尽管受到西方的制裁 普京通过金砖国家的平台 证明了俄罗斯并不孤立 金砖国家的不断扩展 显示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 合作与发展方面 普京此次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 是推出由金砖国家主导的 国际支付系统 这将有助于去美元化 减轻俄罗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 孤立感 楚天书 你是不是太过乐观了 普京的金砖国家峰会 不过是一个自我安慰的 象征性姿态 虽然他邀请了多个国家 领导人出席 但并不意味着 这些国家就会全心全意地 支持俄罗斯的每个决定 要知道 阿根廷新任总统 已经撤回了加入申请 沙特阿拉伯也表示 需要慎重考虑 更何况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仍然有效 俄罗斯的国际形象 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大受损害 这点峰会并不能改变 谢琪琪 你的观点有些片面 虽然有些国家对金砖国家的加入 使保留态度 但不能否认这个组织的潜力 和普京的外交策略 在当今多极化的世界中 金砖国家的影响力正在扩大 甚至可能挑战西方的霸权 普京此举不仅是为了对抗西方制裁 更是为了推动全球新秩序的探索 俄罗斯在东顿巴斯地区的战果 也显示了其军事影响力 普京是在用多方面的成果 来证明俄罗斯并不孤立 楚天书 普京的所谓多方面成果 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你提到的战果 实际上是对乌克兰的侵略 而不是国际认可的成绩 至于金砖国家的支付系统构想 成功与否还未可知 毕竟要撼动美元的地位 谈何容易 就像马斯克在美国那样 即便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其对政治的影响力 仍然备受争议 所以 普京想通过金砖国家 去抗衡西方 也许只是纸上谈兵 谢琪琪 有趣的是你将普京与马斯克相比 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领袖 然而普京的战略 却更贴合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金砖国家不同于西方联盟 它的建立初衷 是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 这本身就是对西方 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金砖国家的支付系统 虽然刚刚起步 但它象征着 不依赖西方的金融体系的一种努力 普京的外交策略 正是通过这些新兴合作关系 来突破西方制裁的封锁 楚天书 你的观点确实很有意思 不过有点理想化 新兴市场的发展当然重要 但在国际关系中 金砖国家要真正挑战西方的秩序 仍面临很多障碍 普京的外交策略固然有声势 但这场峰会 能否改变俄罗斯被孤立的局面 还有待观察 就像马斯克的政治之举 尽管吸引眼球 但未必能真正撼动美国政治格局 所以 普京的金砖国家梦 可能还需要更多实质性的进展 才能实现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围绕普京主办金砖国家峰会的意义展开 两位辩手在观点和论据上各有千秋 但同时也展现了 当前国际政治局势的复杂性 楚天书主张 普京的金砖国家峰会是一个外交胜利 显示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和其在新兴市场中的重要性 他强调 金砖国家的扩展 及其推动的国际支付系统 是去美元化的重要步骤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俄罗斯试图摆脱西方制裁的努力 然而 谢奇奇的反驳则揭示了 金砖国家峰会背后的脆弱性 他指出 普京所谓的外交胜利 未必能够改变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状况 尤其是在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冷淡态度面前 普京的自信显得有些孤方自赏 楚天书的论点中 普京的外交策略被描绘成一众对抗西方霸权的必要行动 但谢奇奇则强调 这种策略的时效性尚未得到证明 他的观点提醒我们 虽然金砖国家在理论上具备挑战西方秩序的潜力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面临的挑战与障碍不容小觑 整体来看 两位辩手都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 但楚天书的论证过于理想化 未能充分考虑到 现实政治中不缺定性与风险的因素 谢奇奇则从现实出发 质疑金砖国家是否真正具备挑战西方霸权的能力 这一直一味辩论增添了深度 总结而言 楚天书的正面论述 与一些奇奇的批判性分析相互辉映 两者相互补充 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 金砖国家峰会的背景和意义 普京的外交策略 固然具有探索新秩序的勇气 但如何在国际性势中立足 仍需要更多的实质性成果来验证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Cindy cling Store 属 旁